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香港发展新智生产力将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政府将加大力度发展生命健康科技 人工智能等 深度对接深圳和大环区规划 而河套新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是新智生产力的推进器 李家超表示 河套其中一个发展重点是仓科产业 亦是香港的优势 例如生命健康科技包括临床试验 他提到香港在这方面的水平或国际认可 而河套是优势互保 互利共赢的地方 若做好医药科研 临床试验 从而引进海外或内地的药厂再港生产 将由零到一 由一到无限 整个产业链因合作而建立 产业链的竞争力和优势非常大 李家超又说 仓科产业发展关键事在 重点推动具优势的科技领域 例如人工智能 数据科学 新能源研发和新物料研发 因此要成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 香港微电子研发院 党社会建立共识 加上与内地优势互保 整体的速度和质量都会提升 即将举行的越港合作联席会议 将讨论推进在创新科技 金融 医疗卫生 跨境交通等领域上的合作 另外 李家超解释 集门垃圾收费其中一个原因是感受到前线清洁工受影响 他提到亲身向清洁工了解时 对方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处理垃圾的过程中 亦可能会因为垃圾收费而被罚 他认为整体措施以惩罚为主导 但以惩罚方法去改变市民当年的生活习惯有困难 认为应因地制宜 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去处理相关计划